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果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一个分支结构中的多路分支 对吧 多路分支是比较常用的 形式有很多种 上节课能简单用组织分的方式举了一个例子 对不对 对 这节课咱们还要继续介绍一个多路分支 多路分支给我们提供的两种 除了否则如果那种从事之外 还有一叫做switch几句的方式 这个语法格是跟咱们前面学过的单路分支 双路分支 还有咱们刚刚接触过那个多路分支的语法都不一样 那原来的语法都是如果否则否则否则如果再否则 是不是这样的语句啊 那这个呢 语法上是有一个大的改变 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也是给你提供多条路可以走的一种方式 那看一下switch case的一些语法 先看表达式 如果值是什么值的话 相等跟那个值相匹配上的时候 那当然也是一个判断条件 然后执行语句 然后click退出 看到了吗 不相等往下去去找 找到匹配的有相等的 再执行语句再退出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那语法格是switch case 那我先把语法格是给你写出来 然后呢 咱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啊 看好语法格是 这块也就是什么 也是叫做多路分支结构 咱们看一下 语法呢 是这个switch这个词 写错了 switch 括号 后边大括号 这个结构不要 真的写错了 知道吗 然后这里边 switch括号里边 一定要放的是一个变量 知道吧 所以表达式不行 表达式不行 必须是一个变量 而咱们这个否则如果的那个 或者义父与君的括号里边 放的必须是表达式对不对 就是最后得到的不耳性的值 他这里边必须放的是一个变量 那就第一个语法 SWIT系列是switch 对吧 括 这块重点强调一下 括号中 必须是一个变量 知道这点吗 这个switch括号中必须是变量 然后里边 匹配多少个选项都行 知道什么 让这个变量的值和case看的语法了吗 扣格 后边必须是一个值 然后冒号 知道吗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语法 第二个 在swit写去switch 后边的大括号中 怎么了 放的是多个case语句 看到了吗 case语句 然后case语句是什么case关键字 case然后空格 后面放的是值 那我都说了怎么应用 我先别管 先把语法研究完 对不对 然后 这个值 的 后面 使用一个冒号 使用一个冒 看到了吗 然后冒号后边可以直接写语句了 看到了吗 这块是语句 语句 看到了吗 可以写多点语句 我看 然后 用brk退出 退出 可以有多个case 值 二 冒号 然后 语句 分号 brk 分号 然后 case 值 三 语句 然后 brk 分号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写多少个都可以 知道吧 多少个都可以 如果你想匹配三项 你写三十个 如果想匹配三项 写三个 ok 这样的语法 然后呢 语句的格式 如果一条语句的话 咱们喜欢是使用这种格式 对吧 如果多挑语句的话 语句是这样的 然后呢 brk可以分号 看到了吗 这话可以有语句一 比如说 语句二三四 看到这样的情况了吗 可以有很多个什么 很多个语句在这话 那什么时候语句结束 就是到brk的时候就退出switch brk是一个退出的一个感觉 嗯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现在为了简单能了解这个格式了吧 我再写个例子 咱们再崩下这个格式好吧 比如说 啊 咱们根据数值来判断星期几 或者咱们上楼的按电梯 你按多少层 它楼梯就到多少层 对吧 那举哪个例子 咱们都可以 知道吧 那比如说咱们就按电梯的楼层 楼层是这个变量 假如说他还不知道多少楼层的 是不是 我记得假设理工程号 然后switch 对不对 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个 必须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那就是咱们要使用的楼层 后面大块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就看你按的是几层 对吧 如果 这块csukes后面是不是直 对吧 假如说一冒号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flow的值 如果你附上一的时候 这个值现在是不是一 对吧 和这个case 这个一是不是匹配上了 相等的时候就执行这块的语字 然后比如说echo一个收出 这是第一层 对吧 然后必须有一个break 是个退出 对不对 如果你按的是二 收出 这是第二层 对吧 那我可以比如说咱有100层楼 我还想过来呢 对不对 假如说咱们就有几层楼 这是三 上半我少了一个什么语字 break break 对不对 这块 输出 这是第三层 对吧 我再写两个 cse 少了写了什么 break 对吧 case 然后4 冒号 输出 这是第四层 第二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写 再写一层吧 5 最后一层了 要50层了就写不过来了 这是第5 层 那最后一条语字 加在break呢 加不加都一样 对吧 你加上的话 他也是执行完 这个也就退出了 不加执行完是别是退出了 现在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了解这个语法了吧 那他就执行的预算过程是什么样呢 Switch 它是多路分支 就看你这个变量对应的值 和case对应的值 匹配上 匹配上了 就执行冒号到break之间的代码 代码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 听懂啊 现在这值是1 我会说什么 对 workhouse 里边的 test 咱们一直用几个试验 是不是这是第一层了 如果我这话这个变量 是2的话 怎么呢 对 是不是第二层 那如果我这话是5的话 怎么 对 这是第5层 对吧 你看 我这个变量的值跟哪个匹配上 比如现在跟5匹配上 是不是执行冒号之后 到谷了一个之前的代码 这两边都了得了 当然语法格式 咱们可以怎么的 你看看这样的语字 你要是分开写和写一行 用空口格开 你看一下 对吧 你觉得哪个好看 你可以用哪个 怎么写都行 放在一条 我指定作业实验啊 反正大家总认为说 必须得换号 Prt对空白 他理解吗 不理解 所以空白只是一个调格式使用的 然后 你看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省些空间 而且代码是不是也很清晰啊 如果是1的话 执行冒号和这个部位和直线代码 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来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还是第五层这个 那如果我这块输入 8呢 有那个是吗 没有 那我这再看一下 哎就不输了 对不对 那能不能像 否则如果那样 在条件都不不不都不满足情况下 有一个否则的送信呢 SWITCH CASE也有一个重句 叫做底部缺省的 嗯 所以呢 在SWITCH CASE里边还可以使用什么 在这话 第三个 可以 使用 谁呀 第4 怎么什么干嘛呀 在 没有 匹配 值的时候 什么 时候 对 默认 执行 这 执行 嗯 执行什么 这 中的 代码 OK 那比如说在这话再加一个 在后边 它是一个同句 单独使用没意义 行什么 这里边是 语句 后边加不加补了一个都行 他一般都放到最后 对不对 不加可以可能退出吧 所以加不加都可以 那我们在这块写的时候 你不冒号看到了吗 输出 这是 其他 嗯 其他楼层 后边加不加 HURIK 都可以 对吧 因为你不加的话 他是不是 直接到这里退出了 他都是在最下边写 没有把底部写在最上边的 对吧 就算好使的话 咱也不往往上边去写 他就往后边接一些其他条件 对吧 他不能单独使用 他必须放在switch里边 作为case的一个从事 知道吧 处理其他情况 来 咱们看一下 现在8层 再访问一下 是不是这就是其他楼层 吗 那我在有匹配值的情况下 比如说这块写个3 对 是不是就第三层 就不会进入底部了 这就是什么 switch case做多路分支的全部语法 听懂吗 switch case全的语法 那咱们再看一下 在这里边 再回顾一下这个多路分支 这种情况 看一下这块 表达是跟值匹配上就可以 对吧 然后一语法一破 就不行了 这几个课咱们就先见到这里 当然关于switch case这种语法 咱们还没介绍完 咱们下一个课 继续来学习switch case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见到这里 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的是 让大家看 我们下一个课咱们 然后我们下一个课咱们 说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